SD卡还有写入速度的差异 这部分我想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然后其他 首先的话 这些相关问题等一下再来谈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Google Play 什么叫Google Play 其实就是你下载APP的地方 这个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你必须要怎么样 一个Google账号 然后它的网址在哪里 在这里 请你搜寻 因为它早期叫Market 所以如果你搜寻这个关键字 Market也可以找到它 在Google里面搜寻Market 第一个就是它 或者搜寻什么 Play Google也是找得到 那网址的话就是play.google.com 然后它的相关的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就长这样 它的网站 然后网站的话 一进来 主要你看 刚开始 而且这个网站多新 你知道 这个月才上来而已 这个月 所以是刚开张而已 开张大概 估计起来好像才两个礼拜而已 所以这个东西很新 非常非常新 也就是你身边 应该大部分的人 可能有听过play 但是他怎么用 还是不知道 这个东西的话 外面书籍应该也还不会提到 因为太新了 所以现在还没有一本 Android书籍 是在讲Google Play 所以这部分的话 你们掌握的是最新第一首消息 跟那个Google是完全同步的 没有时差 那里面的话 有几个重点 等一下你们连到这个网站之后的话 请各位 第一个注意几个地方 我刚才有提到说 怎么安装软体 对不对 其实 我的软体 有没有 它这边有一个叫 我的Android应用程式 在左边的地方 也就是说 我怎么知道说 我安装哪一些APP 对不对 因为我刚刚讲过 你的手机 一定会登录账号 那个账号 跟你的浏览器的账号 是同一个 所以它会去侦测 你的手机 已经安装过的 会搜出来 在你右手边 这边可以看到 OK 那另外的